北京时间8月26日晚上,自从中国前进选手苏炳谦在亚运贵男子100米军赛跑出9.92秒夺取金牌之后,亚洲媒体和球迷对这位亚洲超级明星就进行了重点关注,由于苏炳谦此前先后两次跑过9.91两个白泥成绩,因此外界对苏炳谦的变迹是一场资金牌的资金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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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资金 这边的表现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,大家都认为苏炳谦一场成为亚洲第一人,人本以为,按照韩国媒体和网友度量来看,这次苏炳谦跑出9.92的成绩,他们应该不会过多的提及,可是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就在刚刚从国外传两次的消息发现,韩国媒体不仅进行了关注,而且还狂散夺取亚运板米金牌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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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牌� 在苏炳谦以9.92的成绩夺取白米亚运金牌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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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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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炳天甚至击败了卡塔尔的尼日利亚规划运动员奥古诺德 太厉害了 从NWSIS的报道可以看出 他们对苏炳天夺冠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苏炳天能跑出了9秒92的成绩夺取金牌非常厉害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评价 但这些评价能从韩国媒体里呈现出来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要知道 最近几十年 自从中国体育崛起之后 韩国一直对中国体育报有偏见 他们很少主动去任何中国的 成绩 前段时间 韩国在撞见报道输给中国后 他们甚至出现了骂裁判的现象 此番 苏炳天亚运夺金 能引来韩媒的狂赞 这似乎说明苏炳天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他们